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前暴衝 其实吓傻 因为手套好不容易捡起来 又掉下去 更惨的是 直接撞上前面的车 尴尬的一幕就发生 在逃人归山 东万寿路往新北方向 30号下午一点多 林姓外送人与邓姓友人 当时两人都在等红灯 但他的手套突然掉下 便弯腰捡起 结果朋友看见 生怕他重心不稳会摔倒 好心伸手一握 车就直接保充 卡在那个特斯拉跟那个摩托车中间 因为他 如果看到他掀起来 然后他掀不起来 所有人真的都吓傻了 机车紧紧粘住前车车位 车壳一片掉了下来 驾驶急忙下车查看 他就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摩托车就突然往前 对我才去掉我车上的电视器 他看的是蛮无眼的 就对 当下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机车怎么会自己往前 但看完监视器后 真相大白 朋友这一握握到油门 还给他催了下去 幸好只有外观受损还能正常开 不然过年前车厂全部爆满 但要等到年后才能修好 人们只是小小的善意举动 却不慎酿成大祸 幸好人都没事 但朋友这一握握错地方 也只好认赔 TV别新闻 请兰婷 请兰婷